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单膝下跪 能否力挽狂澜 希望你给我机会 十岁以来第一次 最终 他能否追得一中人 凡人有喜之 我只为你而大方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大家好 我叫何广 我来自重庆殿江 我今年四十岁 我上次来到房间游戏 一对一相个意识心 但是没有成功 本期交易男嘉宾何广 四十岁 身高一米七一 重庆殿江人 婚姻状况 离异 无小孩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在殿江一个装饰公司 我市场不经历 月收入十五千至一万多 我目前在殿江有一套七十多平米的建面 离一套厨房 相信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何先生 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上一次参加凡人游戏 她的吝啬和抠门 可以说是让人叹为观止 上一次的节目 女嘉宾因为在情感上受过伤 因此希望男方在物质上做更多的付出 男人要舍得为我花钱的 这让一向节俭令色的男嘉宾非常反感 在该谁请客等问题上 与女嘉宾发生争执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她不能怎么都要给我买单 她一点心意都没有 她如果真的去买单 我回答她去买单 那么我就想真是一件事情 她是不是 她是不是可以 吃完蛋糕后 抢得去买单的人 最终两人牵手失败 节目播出后 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观众评论 而这一次 何先生再一次参加节目 他有一个强烈的诉求 我在节目上看到了一个女嘉宾 她名字叫张夏 其实我也喜欢平胖的女儿 还有一个我媳妇还是比较背 还有一个我觉得她这个人 其实还是很实在 因为我觉得她对背的工资待遇 都不是要求那种 你必须要好多钱 多钱交给我 所以说我决定追求她一把 这次何先生专程从殿江过来 就是为了见到她自己心中的女神 张霞 大家好 我叫张霞 今天三四二十岁 以前来过凡人游戏的一个节目 本期交友女嘉宾 张霞32岁 身高1米63 餐厅收银员 婚姻状况 未婚 张小姐之前曾参加过我们凡人游戏 她希望找一个大方 脾气好的男嘉宾 脾气一定要好 然后要老死脸 就怕遇到男嘉宾很小气 而跟她相亲的那个男嘉宾 恰恰也是比较抠门的人 吃饭的时候也得抠门 感激 我感激 当时我感激 当时我感激 我一直愿意吃饭 那样子都完全忘记我 上次是因为男嘉宾 特别严肃 因为我确实不是很喜欢 能够严肃的人 张小姐不喜欢抠门的男士 上次相亲 她遭遇了一个比较抠门的男嘉宾 而这次要追求她的男嘉宾 之前也是位抠门的主 既然这次何先生 是主动来追求她心中的女神 那么她是否从上次的节目中 总结了经验教训呢 我住私立园子有点抠 我承认 我以前有这种做法 我承认 但是现场我应该 也许有 反正这一点如果有的话 我会改 我会改变 只说给买多贵的东西 我必须要买多贵的东西 绝对不能 解忧 去买便宜的东西 她究竟会不会 一改之前的吝啬形象 她又能否达到 女嘉宾的要求呢 这次的话 我 大方一把嘛 我决定大方一把 对 张小姐 我这次是为你而来 我愿意为你大方一把 希望你给一次机会 那么张小姐是否会愿意 给她一次机会呢 了解到有一位男嘉宾 然后想跟我两个人试一下 然后我都觉得 这次再次来到法人游戏 然后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对方一个机会 各位观众老师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法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涛 我们的男嘉宾 真的是非常有胆量 再来上这个节目 说真的 他上一期的那个表现 我只跟大家透露这一点 就是我的微博已经被沦陷了 就恶贫如潮 就对这个男嘉宾 大家都觉得 完全可以评为史上 我们节目史上 最最吝啬的男嘉宾 如果有这个奖的话 但男嘉宾这次呢 很勇敢地又来到我们节目 他觉得他要去追求一个 女嘉宾 我非常好奇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去追求他呢 难道是延续上一期的风格呢 还是如他自己所说 我一定要做出改变 如果是做出改变的话 那么我非常佩服你 你终于认识到 自己的一些问题 然后准备来到我们的节目 颠覆过往的人生观 要彻底地奔向新生活 OK 我很看好你 但是同时 胆战心惊地帮你加油 那么这一次的相亲 会议翻风顺满 爱情靠中 去外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于翰 本栏目是由爱迪尔珠宝赞助播出 那么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啊 他以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不过在他上一期节目里头呢 感觉是表现啊 差强人意 那么今天 他是早早地 就从殿江来到了重庆 你好 来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用抠门两个字来形容 会不会觉得我有点过 应该是算是嘛 节目播出之后 你的那个家里的亲戚朋友 会去怎么评价你的呢 他是觉得还是小缺点嘛 不管合不合适 都花点钱又不成 那既然你的朋友们 都给你提了建议了 而且你今天 就是专程为了女神而来 那今天会不会为了 愿意我们的女嘉宾 大放一回 大放一回嘛 大放一回嘛 听起来好勉强哦 那今天准备了多少 那个约会基金嘛 就是500块钱以内 又是500块钱以内 大放不配 你这个人 那我们上期节目当中 男嘉宾的约会基金 可能还不到200块钱 那这一次 他带了500块钱来 也算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 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 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扣门 更何况 你今天是有目的而来的 就是这个事了 你要花好多才 就大放了 我觉得首先表现诚意 你看像上一期节目 你最后连吹个气球 你都好像不是自己 亲自完成的 吹不起 吹不起 谢谢你帮我吹个好吗 今天第一是要拿出 你的真心实意来 第二 咱们该花的真的不能省 对 这是我承认的 是吧 该买100块的东西 绝对不能买80块的东西 一会掏钱包的时候 可别像上一回 吃个小面都掏到最后 都没掏出来 好吧 开个玩笑 加油 初次见面 为了博得一个好印象 男嘉宾想要送一个礼物 给自己的女神 她会送什么呢 这些都是就是吧 就是吧 那些全部就是吧 那个40件 48 48 这个 你这个手套 可不可以少点 再少点 这个是我们最便宜的价格 老师你看妈妈 48 因为我买手套是买10几块送的 10几块送的 从男嘉宾和售货员 讨价还价的口气中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大气 你这样的状态 还是让我们有些担心呀 有没有手套啊 围巾啊 没有 没有 毛几多钱和毛准 一百多 两百多 一百多 两百多 好 那没得 好 就去拿了 刚才拿个嘛 就去拿了 刚才拿个 你没得多一块吗 是有二个哟 十几块钱都够了 十几二十块 你好 你好 什么手套还是围巾呢 其实手套围巾都可以带的 嗯 我只是买一个礼品而已 买从手套算了 买从手套 你选的是哪一双 我们可以帮你参谋一下 这双啊 可以看一下 那双啊 那个有个好心啊 这一款的话就比较有个性一点的 出了这种 出了这种 出了 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嗓衣呢 是吗 不用不用不用 陈队没陈下 什么什么 最终何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 选择了那双他自己觉得好看的手套 他掏出了银行卡 看来这一次比上一次准备要充分许多 然而在付款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老师 刚好你得选择这一双不打招 不可能 不可能为了一双不打 那我 不可能 不可能 同样的资料那些都不打 快点 等着买一双都不错了 照顾你生意美女可着 那边出的是没好的 那边是公司的 你公司的 你公司的 我不当我都不要那双 那陈队哪个 同学我拿双 对 你不要 我先给你 这也是陈队 我要那双 她是顺从不到这九十八 那我可能 那个是把我当 这四十副都会的 我是知道一些幕后故事 因为当时编导跟他建议说 女生都很喜欢花 要不你买一束花去追求女嘉宾 但是男嘉宾断然拒绝 因为他认为花一点都不实用 所以呢 要给女嘉宾买手套 但是买手套呢 也是有波折的 因为编导跟他建议 有一双 另外一双觉得可能女生更喜欢的那种款式 他是 男嘉宾也是坚决的拒绝 直到去 买单的时候才发现 哎 他自己挑中的那双手套 原来不打折 于是他立即就返回 返回到那个柜台去 拿了那个编导给他推荐的那一双 因为那双才会打折 那么从这个环节看来呢 还是我们男嘉宾 还是非常非常的实用主义的 虽然说比上一次 上一次给那个女嘉宾 是买了10块钱的丝袜 但是在电话里面抱怨了好久 那从这个价值来看的话 你也是进步了四倍了 所以呢还是 我虽然很看好你 但是觉得呢 你的进步的空间 可可以再大一点点 我觉得这双这双 这一双啊 这一双 一开始你不是说不选择这双吗 那双她说是98 不是吧 好不来一双 她说一个袋子我装好了 好可以 那就送给那个 送给女嘉宾的 哪里不得不上 女老婆 想说未来的女老婆 那都不得不上 你说你也想不高 不是说你也想不高 高不高 高的高 高的高 我都给她买条位置了 是吗 礼物历经波折 好歹还是买了 女嘉宾会对这份礼物满意吗 你的女神呢 今天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你放一望去四周 你凭你的感觉 看看她在哪里 你不是 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干脆你去请她过来好不好 好 谢谢 你好 我上个人就是看到的节目 从总理考了嘛 来追求你吧 看到你的女神了 感觉怎么样 没在电视上 看见那个胖啊 怎么可以对女生说这种话 我买了一双手套 送给点心 好 代表你的心吗 代表我的心 真心 真心 全部要加个真子 真 一定是真的 对 对于张小姐来说 这份礼物虽不贵重 但还是适时地给她 营造了一份愉快的心情 喜欢这个礼物吗 嗯 喜欢 喜欢 感觉温暖吧 温暖 那对我们男嘉宾的一定印象如何 嗯 还是可以 有信心相处下去了今天对吗 感觉比上次顺利多了哈 对对 美好一些 嗯 对 我估计她对我的评价 应该是 还是可以吧 第一次真的吗 她都送了我一双手套 感觉那个真的吗 嗯 还是可以 那么深入交谈之后 会有改变吗 那我们男嘉宾呢 可以说是比上一次相亲 有了很大的进步啊 那我们接下来她的表现 又会怎么样呢 现在是她跟我们女嘉宾 在一块聊天的时间了 我们借这个时间 要为大家送大奖了 现在拿出您的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里菜单中的摇一摇 再点击电视这一栏 来回处321 我们一起摇起来啊 321 一起摇起来 好了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摇里都是你的 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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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火锅 我电讲的 我在这么多长看到的 确实可以 因为你上次相亲来 你觉得 其实收日比我高点 都差不多了嘛 我都觉得这个人 很实在 我想有钱就要上来 必须要保证我万多 七八千 好多好多 都是看钱过日子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是看钱过日子 因为有的东西比钱都重要 还有一个年龄 跟我出去不是可以打算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 其实还有点喜欢偏胖的 还有我觉得人也漂亮 牙齿看起来 各方面皮肤看起来是可以 通过整理很亮 我觉得那里可以 所以我才主动 嘴里 专门回来是相亲的 就买的双蟹啊 买的褲子 一坐下来 男嘉宾就发起了主动进攻 看来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呀 我的条件 像我先介绍 店家有套房子 住家店家是舒服点 本来我在店家买套房子 也是三十来嘛 七十几个月嘛 现在已经住了十个月了 你有没有一个一次 在重庆买房啊 在店家住跟重庆住 真的没区别 我又在店家住 真的跟住什么区别 工作呀 你在上班啊 工作我是在装饰公司上班 我现在的时候是五千左右 你离个婚点是不是 我离个婚点当初买小孩 我们是别人介绍的 那我都不愿意 分不圈 哥哥姐姐一圈 在一起没好久都分了 你上次相亲是因为啥 这个人失败呀 我觉得他第一步是活了 还有小孩嘛 累累在一方面嘛 你觉得他屋子 你自己表现得怎么样啊 我就跟他没有结果 说说我没有付出 没有付出难安 听你上次说你表现很可不容易 也不是说 可反正不愿意为他付出嘛 你愿意为我付出 肯定愿意啥 因为我上次相亲是因为 那个男嘉宾太厉害了嘛 那时候我搞忘了 我去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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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去洗衣服 去洗衣服 走走走走 男嘉宾终于想起 要主动给女嘉宾点一杯热饮 看来女神的待遇 和上一位女嘉宾 真是天壤之别 还没睡来好吗 你还没睡 看你的意思 什么呀 甚至红豆点在 我这时候我妈都穿红豆毛墙 红豆毛墙 红豆毛的墙 来两步一步 想不想 是不是想不想 对 想她呢 想她呢 想她可以的 男嘉宾是梦初醒的说 点水点水 我去给你点水 各位观众你们知道吗 这个寻常的举动 对于男嘉宾来说 是多么的不寻常 因为回顾一下上期节目 他是会跟女嘉宾讲 你点还是我点 意思就是说 这个女嘉宾的动作 就是但是你買還是我買 都會計較到這個程度 但是在這期節目當中 已經得到了一個絕對性的轉變 所以真的是很棒 我喝了杯 來 我喝了杯 我覺得比較好心 你對金錢的消費觀念是怎麼樣 就作為你的女朋友的話 那肯定是的話 那這個錢呢 只能說是不要亂花 因為你必定是個家庭的 今天願意追求你吧 那我們沒有成為男女朋友之前呢 沒什麼男女朋友 本來我都想追的 說到那個花點 就是比如說請喝咖啡 等會請你去外面吃飯 我都願意 你願意為我付出嗎 肯定願意 吃完飯是吃麵條嗎 肯定從中的考慮 就是只要吃好 又不能浪費 並不是說我這兒 請女嘉賓必須要請她吃大餐 鮑魚啊 小黃魚啊 人家實際出發 接下來那個胡說 就是我請你吃黃魚 甜蜜氛圍被打破 她的老底兒被揭開 我為啥只要給以前 看過那個視頻給大家看 你這個節目已經播出了 你覺得她不應該看嗎 太奇葩了 這盼我從小以前 就是覺得太黏色了 吃飯問題再生爭執 明天才挑個便宜 可以不可以 要接我 你覺得很高 不是 我說要了 神秘電話又來 是否會改變相親結果 是不是有的人請 試試看法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 女嘉賓奋然離場 所謂何事 我給你直說嘛 我媽媽要求很高 一般都是要500塊錢以上的東西 你還求求嘛 我知道 擔心下跪能否力挽狂瀾 希望你給個機會 40歲以來第一次 凡人遊戲精彩繼續 歡迎遊戲我們等你 剛剛相處了一下之後 現在覺得我們女嘉賓怎麼樣 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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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到你心坎裡了 深入交談之後 何先生對張小姐更是讚不絕口 可是又到了飯點 回想起上一次吃飯的尷尬局面 這一次又會是如何呢 你看我們那個今天 這個天氣也比較晚了 給他飯點了 你準備請我們女嘉賓吃什麼 也是一碗麵嗎 還是 吃麵 你不要小看麵 因為我 因為我吃個麵這種 有不便宜的麵 但上次他不是吃的那種 就吃的我們普通的那種麵 上次那個男嘉賓 我不得不承認 我過的感覺 也許是渴的 那跟密比呢 你覺得 因為我上次是 確實沒想 沒想到中 所以說最後吃那碗麵的錢 就不想給了是嗎 不想給了 表姐很強迫沒有 那菜咱們就翻篇了 不提了 那今天吃啥 我吃這 這上面吃了好多 上面啊 上面我覺得 可能強化了一次的東西 我可能上面也許才回來 強化了一次的什麼東西 這個經濟史 那上面 但是上面的那些 都很有情調啊 都很符合談戀愛和相親啊 我將現實 叫實在的東西 那這樣吧 既然今天 你也是想真心實意的 請女嘉賓吃個飯 對不對 這個晚飯的預算是多少 是兩百沒關係的 兩百塊錢 真的可以成功 我覺得還是尊重一下 女嘉賓的意思 這肯定要尊重她來的 包括連菜 你肯定是尊重對方連菜 真好紳士啊 這個是隨時禮貌的問題 我就不容易整幾個飯的糾結 我覺得沒得必要糾結 我想要糾結人的飯 這真是鮮明的對比啊 愛情確實會讓人產生動力 那麼女嘉賓對男嘉賓的感覺 又如何呢 沒想到張小姐真的對何先生的上次相親提出了質疑 她提出要看一下上期結婚 為了讓她有更真實的了解 我們把何先生上次相親的視頻給她看 這會不會改變兩人相親的局面呢 那今晚上的晚飯子又做了沒的啊 今天晚上我從任何人過來的一塊巡物餐 像一般吃飯那樣去我嘛 一般都是男士買單嘛 哪個很女士買單的豆的嘛 你通常住宿你幫我家去幫我家 住宿的北市一道很多賓館嘛 你開錢你幫我開錢啊 哎呦 心裡吃完小米你感覺小不小小 沒有沒有沒有我請你你這個嘛 來來來來 沒事沒事 我請 我來來 我來我來我來 都是我朋友上次說那個 是吧 口門出名了 太奇葩了 而此刻正在外面看著這一幕的何先生 心裡更是七上八下的 我為了最愛給疫情看過那個十點 你這個節目已經播出了 你覺得他不應該看嗎 他一定要想了解啊 對啊 我幫我從小一起 感覺不好 剛剛五分 我現在在問你的話 再給幾分啊 兩分 我特別為我們男嘉賓捏了一把汗了 現在啊 秋思就被他 民生了 打了下午起嘛 上次是 上次是 本來都沒結果也沒有標記 他在上一期節目當中 那麼吝嗇和摳門 是因為他可能真的沒有心動 沒有看上那個女生 他就不願意去付出 但是這一次呢 他是專門為了你而來 也算有很大的變化 還是帶著他的真心實意來的 他不會覺得可能覺得我小琴 如果不會的話 他覺得他不會有那麼想問 我們的男嘉賓在一邊 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因為他肯定也意識到了 上次相親自己的表現 會讓女生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還好 我們的女嘉賓沒有頓逃 我還以為他看了這個視頻 會嚇到逃跑 但是呢 雖然說之前的相處還是比較和諧的 之後的 如果說還留下來 女嘉賓還留下來 繼續跟男嘉賓相親的話 也許他會帶著一點點 下意識去考驗男嘉賓 在物質方面 是不是捨得付出 所以男嘉賓真正的考驗 我覺得從現在才是開始了 他是由我而來的 然後我都要看看他 打放到那種程度 接下來分先看一下 分幾十塊錢 分也不能說明啥子 然後分先看一下 這段視頻揭開了男嘉賓的老底 可以說是今天相親的分水嶺 而此時著急忙慌的男嘉賓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為自己辯解 上次好空門咯 咖啡那個錢都不願意給 還還沒個女嘉賓 給你出防肺 善味是能給的 不是說空門 因為當時 確實是帶錢來少了 我要再還沒個女嘉賓給防肺 順便能夠說的 那是順便能夠說 那我們接下來幹啥子 吃飯啥 吃啥子啥 吃啥子啥 水分吃糖果吧 衛生检 吃糖果呀 你選吃火果 火果不是很危險的 都在上面水分吃吧 那上面那裡有糖果嘛 上面吃吃不飽 我又吃不到那個問題 哪個吃不飽嘛 上面 才剛解釋完 又在吃飯的問題上 產生了分歧 要知道這個問題 可是女嘉賓心中的痛啊 你要吃飯嗎 給我吧 上期節目 男嘉賓最終請她吃的是麵條 而何先生的上期節目 最終也是吃的麵條 究竟他們能不能 好好地吃頓飯呢 接下來張小姐對何先生 到底是否大方的考驗 才真正開始 你吃吃了嗎 好一點 吃好的 吃好的 要去給我 你要去給我 我說要 我說 不是那個意思 我說真正的那個人 肯定都是為他解憂 是嗎 200塊都可不得 200塊 200塊 我兩個可不得 我兩個可不得 主體餐廳 原來才便不便宜 貴不貴 對 嗯 我那個好搞笑 開玩笑的 你從那個貴不貴 你怕吃了這宅 你這個是不是套飯 不是 它是編茶 中餐系列的 中餐系列的 對 編茶 不是套飯嗎 它不是套飯 我們來吃一位 小費錢 200塊錢 你得現在 200塊錢嗎 兩塊錢 68塊錢 你要這樣吃 你一定要吃 12塊錢 那不是 沒必要 9 我都問它是啥 你看它電車 看嘛 36塊錢 48塊錢 兩個人吃嘛 兩塊錢嘛 我都問你 我說哪個吃 18塊錢 是吧 中餐點菜的 這個寫的48塊錢 對頭 飯是一塊錢一位 餐位費是兩塊錢一位 哪個錢 餐位費 就是那些餐具嘛 我們都要錢了 兩塊錢一位 拿得來拿300塊錢吃 吃飯的道路異常坎坷 男嘉賓一路上 都在關心價格 還有她的糾結 這些都在自己的女嘉賓 敏感的神經 好多錢好多錢 掏價還價的 我感覺都像菜市場 買菜那種感覺 感覺不舒服 那個人不捨得打氣 男嘉賓請女嘉賓吃飯 其實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也是為男嘉賓捏了一把汗 因為我覺得 從過去的 包括到節目 進行到現在的 種種表現來看 對她來講 這還是一個 蠻嚴峻的一個考驗 但是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能看出男嘉賓的掙扎 一方面是很想大方地去付出 但是另外一方面 節約的本性還是很難改 因為那個 那個非常痛 非常痛 怎麼吃不到電話 他死過條頭 四個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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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你也不選 太好了 一個 就是這個 點兩個菜 太好了 太好了 其實沒有一個 你想吃嗎 太好了 我想吃 太好了 然後點菜也剩過 然後我覺得好像 反正點了兩個菜 然後他都覺得好像 哎呀夠了夠了 然後我自己都還沒有點 更喜歡吃的嘛 然後就是他自己都在點 哎 我們來點一個小吃呢 全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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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嘛 你全餐了就算了 一切就沒了 要再點全餐了 全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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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上一次的晚餐 這一次真的是 好了許多 為了考驗何先生 張小姐在點餐上 也沒有為她結約 要不再加兩個菜吧 不加不加不加 你吃不完 要加兩個菜嗎 她剛說是 去 要加個雞 他們再加個粉絲 要加個沙包 來 這頓晚餐 會超出何先生的預算嗎 她又會如何應對呢 她可能有點 待得有點考慮 我考慮我覺得大不大 但是我的意思是 吃多少點多少 不能浪費 那這點沒考慮 沒那麼多點 你覺得點的點太重要 我覺得吃不完 我覺得還是可以 吃好飯之後 我對她的評價也好壞 參半 對我 比上次想起那個女兒 也好得多 不好還是覺得她 反正有點 還是有點領事吧 還好這在她的預算範圍內 那接下來 還會不會有什麼 超出何先生預算的事 來刺激她敏感的神經呢 就在這時 男嘉賓又接到了一個神秘電話 難道又像上期節目一樣 直白討論是否要買單的事嗎 買東西吃 吃麻糊不就花了個空間 我只是問請不請 我覺得沒必要請 這次對話 又會不會影響他們相親的結果呢 你是不是有打電話 沒有 我只是說沒有 其實有在問 全是這句話呀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 還好對話的內容 不像上次那樣 而緊接著 何先生就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要求 尋門都送給我去 沒有阿多會兒 我跟他回去養不著 不去抵擾看 看著看著看 看著我 你也不回家 嗯 你們老朋友來不去 我跟他來耍好嗎 給付服服嗎 付服服會去 因為我爸爸不喜歡哪種 因為我兒子想到我家中去看他 因為我是覺得想跟一不了 然後無不了人生 可是如果能在他那裡去 看一下更好事 看一下他父母可以 我们的孩子还没接住 哪有可能呢 有点传统爱他 就是父母看着人那种 因为他认识嘛 然后家里头人也不同 也不赞同来找 你跟妈妈说嘛 对 回去说 你就跟他说了 说说我跟他说了 好 如果他觉得不好看 我都跟他说 我都跟他坚持 好不好 你放心吧 这个人有相处啊 我都想打过我了 你就是 跟他说有相处啊 我知道相处讲的面也没说这个 哇 你跟他说他做个童谊 你跟他说嘛 我不等你母亲 你妈妈回到外面来 他到外面来说嘛 那个师妹都睡觉了 你觉得什么 烦啊 我还走 还走 你会死你吗 他那个年龄人 当然被他睡得着哦 其实在男嘉宾的潜意识当中就是 我今天是 也大放了一把 我也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我希望有一个肯定的结果 但是呢 这个肯定的结果 我觉得很 很奇葩 就是我认为你应该去向女嘉宾 寻求这个结果 而不是他的父母 想象一下 你即使见到了他的父母 然后他父母说 还可以啊 同意你们的交往 你就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就此铁板钉钉了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男嘉宾提出想去张小姐家里 见见她的妈妈 女嘉宾故意提出了见面礼的事 男嘉宾会如何接招呢 你准备面啥子 面前去 面前去 那你说的能够正常翻天的 然后你都买点水果啊 是不是新年轻的 现在你还买了 我妈妈比较喜欢高当地的东西 第一次可能不是 我也不是 你也要去看我妈妈 然后你又 你又 舍不得 因为你必须是 让你父母认识我的意义 哎呀你不愿意都算了呀 哪里都不愿意算了 实际上也都舍不得 为什么呢 我给你直说嘛 我妈妈要求很高 一般都是要500块钱以上的东西 你还求求嘛 能够吧 第一次不方便就算了 男嘉宾只愿意买点水果 对500块钱的礼物是谈钱色变 要知道今天何先生总共的预算 才500块钱以内 他今天准备了多少那个约会基金吗 500块钱以内 这突破了他的底线 他的拒绝也终于让女嘉宾的不满 彻底爆发了 平常说起大房的 还有 然后其实都是装出来的 哇 你爸 在前五天大房的时候抢完嘛 我跟她说的是500块钱以上 其实只是考虑她 结果她晓得 然后她都说 妈说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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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本来不是真正的想让她买东西 对 其实这是考虑她 是你提议到他们家去是吗 她都提这次不去嘛 下次再说嘛 她要买5块钱以上的礼物 其实不买东西都可以 这次看到上那个人 我提醒你几点 如果要到对方的家里去 第一是肯定要确定 关系的情体之下 对不对 第二点呢 如果真心诚意的要去 女生嘛 都觉得我带男朋友回家 可能要体面一点大方一些 我这儿晚上去看了 我也不知道她去住 你想多了 人家不可能留你 到人家家里去住了吗 对 跟任何人跑去过来 因为你到 你到外面去住民间呢 不 你第一次到人家 就是在人家家里住啊 住嘛 有的时候 还是他住啊 那个单独住上 那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定我们女嘉宾 真的是为了考验你 那我还是考验过的 我的沙发男嘉宾 其实我说白了 都是考验你的 脸是嘴上说起大方大方 然后其实都是装出来的 但我找不到的是考验我 这是第一 你说500块钱的礼物 那个真的不是问题 现在是想一个人 不是想他的 不是想他的差 也是考验你大不大方 而是考验你脾气好不好 好 你的表现让我不满意 我现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看你怎么怎么样 要得 好 好 要得 何先生没有通过这个考验 现在的形势对他很不利 这最后的时间 你能不能成功逆袭呢 你好 你没中话 我没中话的 你能够把你的话借我一下 我跟表辈一下 表辈之后我换给你好不好 谢谢 好不好 帮助个好水 好 谢谢 我是真诚地喜欢你 虽然说我没买到真话 因为你太晚了 因为我要把那个 我的意思表达出来 理解我这个人 其实都知道我 并不是不大方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因为是相亲是相认 绝对不是相亲 我真诚地向你表辈 把那个 那个话送给你 希望你给给我机会 你如果答应我 就把那个话借我去吧 我们女嘉宾如果 愿意给你这么一个 接触的机会 就把花收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她就是选择答应我 以后答不答应 以后看发生什么 因为时间原因 鲜花店关门了 男嘉宾选择了一束 假花单膝跪地来表白 我们知道她也是豁出去了 那么最终 她能否力挽狂难 表白成功呢 意思就是说今天女嘉宾不答应你起来吗 不答应我 可能她不愿意 我肯定还是起来的 在这儿啊 我要帮我们男嘉宾一把 我觉得说她抠呢 她那个我觉得还不叫抠 人家是说在名处了 我在什么地方节约 对不对 然后什么地方该花 什么地方不该花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看我们观众朋友怎么去理解了 在我们女嘉宾心里 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数321之后 你答应我们男嘉宾的话 你就把花儿接过去 如果不答应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转身离开 给我们女嘉宾一些思考的时间 同时呢让这个画面静止 让我们男嘉宾更加体现出她的诚意 这个时候我们来摇一摇了 好 现在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理财单中的摇一摇 再点击电视这一栏 来 321 摇起来 好了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 3 2 1 请选择 她还是很感觉不是很大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她毕竟在电讲 因为我在重庆 因为她也没打算在重庆买房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听 因为我扶出来觉得值得 将教育上一期节目 你改变了那么多 她为什么没有答应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都不清楚了 反正我是真诚地表白 我觉得我表白的值得 其实我们会这样看这个问题 就男嘉宾跟他自己相比 我们就拿他两期节目前后的表现 做一个对比的话 会发现他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男嘉宾我想给到你一点建议就是 你的就是这些在相信当中的一些行为 其实距离这个社会对男性的一些 就是关于付出这方面的标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尤其是你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花了钱 我就要办成事 如果说我花了钱既然没有搞定这件事情 那我就不愿意去付出这种观点做生意可以 工作也可以 但是唯独不能用在感情上 因为感情就是一种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 我一定要先无条件地付出很多 然后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喜欢 我的真诚 然后他可能才会接纳我 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觉悟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感情的路上 你还会走得更尽兴 对于何先生来说 他可能真的做出了一些改变 但是对于张小姐来说 这些显然不够 一个人的改变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 我们也希望何先生会有更大的改变 早日抱得美人归 我们往前的接下来 我还是会继续进入 我又想跟我们的男嘉宾说 其实冰山是会被融化的 今天的表现相较于之前 已经改变了很多 进步了很多 而且今天你的诚意 你的诚心 所有人都看得到了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真的对我们女嘉宾有意思的话 就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自己想追求的那一份爱 好了 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中去外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着你 本栏目是由爱迪尔珠宝赞助播出 接下来是精彩的真婚秀 千万不要走开 大家好 我叫周云靖 今年25岁 我是在二维酒店做营业助理的工作 然后今天来到凡人游戏 就是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男朋友 平常我的主要工作地点就是在这儿 会第一次跟客人见面的话 就在这个预定台 然后比方做一下预定 带客人参观一下我们的各个餐厅 下载子我们二位九点一名很优秀的员工 平时的工作中认真负责 很热心地去帮助我们的一期同时 如果谁能成为我们小周的男朋友 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平时在生活中的话 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不熟的话就觉得稍微有一点小冷漠 然后熟了之后的话 都觉得我有点有一点闹 小闹 然后平时的话我在家 就比较稍微有一点窄吧 看一下书 听一下音乐之类的 对爱情还是比较憧憬的 然后我对另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 身高不能低于一米七三 然后外形的话比较阳光 然后干净一点 然后在性格的话 性格方面的话 我是希望他比较会照顾人 然后从我 听我的话 大家好我叫周涛 今年26岁 身高一米六七 我来自富兰少阳 我现在在重庆大平 开了一家生煎包店 这个都是我的店 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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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钱 一百二 里面有汤 从一般弄到衣服 我的脾气比较好 个性比较随和 比较好打交道 虽然说我这个摊位有点小 但是这个地方地段好 人流量比较大 一个月的话 营业额也有一万多 两万块钱左右 我的目标是 把我们的生煎包做到重庆 最好的生煎包 他在我们这里 还是勤动我好得来的 主要是上了金堂 下了厨房 做一丝好的菜 我来到凡人游戏的话 就是想找一个 找一个女孩 支持我 鼓励我 陪伴我一起创业 一起奋斗 我的择有标准呢 就是 孝顺点 温柔点 喜欢笑 一米五五左右 然后最好这个女孩 不要戴眼镜 因为我对戴眼镜的女孩 有一点阴影 如果说这个女孩 真的是戴了眼镜的那种 彼此感觉很良好的话 也是可以的 大家好 我叫邓范华 今年三四二岁 现在住在大渡口气 有套厨房 我是做书空车工的 我这个人的性格方面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随合的 跟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聊得来 休息的时候 一般都在屋头里 上而忘啊 看上书啊 我呀 嗯 谈过三段恋爱 最近那一段呢 说起来有点好笑 准备去领结婚这儿了 那时候 然后到明证据的时候呢 各方面手续都办好啊 录资料的时候 他 资料填错了 是利益 不是未婚 喊他改 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利益的 因为这一点嘛 我觉得 他到了连结婚都还不跟我说 我觉得 心头过不到那个坎儿 然后回去啊 都和平的分手啊 如果他一开始都告诉我 他是历过婚的哈 嗯 我们感情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不得介意 我希望大家还是坦诚点 互相信任 我的最后要求啊 我希望他年龄到23到32之间 身高啊 嗯 1米55到1米63之间嘛 我不喜欢胖的 最好是不要胖的 有一个工作都可以啊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他是一个满腹才华家境英识的奴舟小伙儿 房子有三套吧 三套啊 从四十国府 谈他到人生哲学 专程赶往重庆 追求凡人游戏美女嘉宾 平庭系宛若仙子 乡亲半途 女嘉宾却为何要突然离场 所以我们都想走了 希望你多出去好吗 他能否打消女嘉宾的种种顾虑 年龄确实要比我大很多 大十几岁 我感觉我要至少陪他一个戒指 他又该如何化解爱情困局 穿着有点吐气 不成灾 最终 他的真诚能否抱得美人归 给我金钱与公民 还不如赐我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 凡人游戏之 卢州才子 重庆寻爱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